8號新增的本土病例案379 近期沒有出國史 平時活動地以住家籍周邊地區為主 衛生單位初步掌握21名 個案同住家人跟就醫接觸者 將持續調查個案是否有其他高風險 鋪入史來釐清感染源 指揮中心統計 國內累計379人確診 當中有67人已痊癒並解除隔離 另外指揮中心 7號有根經濟部 交通部及內政部開會 針對國內夜市 商圈 風景區 寺廟 或飯店等旅遊景點 如何實施流量管控及防疫措施 但相關指引仍有待討論 大概是我們往這些方向來做處理 那昨天討論完之後 因為大家覺得還有一些細節 需要再補強 所以大概在這兩天 大家會再去分別做努力 那兩天之後 我們會再召集一次會議 把這個指引把它訂出來 而指揮中心跟企業合作建置的 一指神通 三號已正式上線 指揮中心利用此系統 掌握居家檢疫者健康狀況 截至7號已有9843位民眾 透過一指神通 主動回報個人健康狀況 還能提醒居家檢疫或隔離的民眾 檢疫結束的正確日期 檢疫結束日期算錯了提前出來 那有遭到一些損失 那透過這個系統 其實他可以幫忙我們做提醒 也可以避免這些問題 至於第四批口罩實名制 8號到10號開放民眾預購 且指揮中心也新增全聯 景美聯社兩處取貨地點 讓民眾取貨更方便 有時新聞虎頌烏溜 台北市採訪報導